已故天才 物理學家 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手稿 在二十三號排除了一千一百七十萬歐元 大約是新台幣三點六六億元的高價 而香港媒體《星島日報》 引述消息人士就報導了 買家正是香港富商李嘉誠 報導當中還指出 李嘉誠對愛因斯坦的喜愛 可說是有跡可循 像是李嘉誠曾經是多次在外 對外演講的時候 是引述了愛因斯坦的名言 不過呢 針對李嘉誠就愛因斯坦首稿一試 李嘉誠基金會則是表示 對李嘉誠私人事務 不做任何的評論 李嘉誠一試 李嘉誠